外媒称,雷神公司赢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,DARPA,一向旨在进一步发展战术,助推华翔高超音速武器项目的6330万美元的合同。 英国防务杂志网站,3月17日报道称,本次DARPA与美国空军的合作,包括,对项目进行关键设计评审。 这是技术运用的重要步骤。 据DARPA网站介绍,助推华翔武器,要达到高超音速,速度大于5马赫,一枚火箭需要加速其有效载荷达到高速度,有效载荷随后与火箭分离。 在无动力情况下华翔志目的地,雷神先进导弹系统公司副总裁巴欣博士说,这项最新合同,将加入到雷神公司越来越多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之中。 雷神正在与我们的客户密切合作,以迅速将这些先进武器系统投入战场,并向我们国家的军队提供在不断升级的威胁面前,保持领先所需的工具。 与现有武器系统相比,高超音速武器使军队,能够从更远距离发动攻击,反应时间更短,效率也更高。 原标题,外媒,美海岸警卫队一军官备妥军火计划,刺杀民主党政要。 外媒称,一名美国海岸警卫队中尉,日前遭逮捕。 美国检方查出,他罗列打算要刺杀的民主党政要和知名媒体人名单,并非法持有大量军火和毒品。 据路透社2月21日报道,根据2月20日公开的法庭文件,49岁的哈森,2月15日被逮捕。 警方在他的住处搜出火力强大的武器。 联邦地方检察官胡尔说,被告意图杀害无辜民众,规模在我国极为罕见。 被告是国内恐怖分子,有意图危害人命的行径,并试图影响政府作为。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指出,警方在哈森位于马里兰州的狭窄地下室公寓内,查获15只枪械和超过1000发弹药,同时搜出毒品等。 并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,2月21日报道,哈森将计划杀害者列成表单。 当中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。 表单中的媒体人,则有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海斯,和斯卡伯勒。 报道称,哈森将于当地时间2月21日出庭受审。 编译未加,原标题,军队人大代表,东部战区,空军航空兵谋旅飞行员张霄追梦喜航。 经国不让须眉。 2月1日,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谋旅,按计划组织飞行训练。 当天是骤肩飞行。 计划上午8时30分开飞。 金鸡鸡女飞行员张霄早早起床,将飞行装具和资料准备完毕。 坐在前往外场的大巴车上。 她一会儿翻看手中的飞行资料卡片,一会儿查看驻地及周边地区天气预报。 这些细节已成为她的飞行习惯。 到了外场,张霄更加忙碌。 根据飞行管制员下达的任务,她将参加攻防机动,编队综合飞行。 前仓飞行员是吕副参谋长张虎。 她仔细熟悉飞行诸员,然后认真进行地面协同演练, 并接受了为她量身定制的随机飞行课问。 原来,今天是张霄第五驾策恢复技术训练。 前妻,因为身体原因,她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飞行训练, 但一直没有放松航空理论学习, 继战术研究。 身体刚恢复就请求参训。 1月12日,她驾机重返蓝天。 时时许,张霄走向战机,跨入座舱,启动,滑出,起飞。 今天的这个架次,张霄要完成四个方面十一项课目内容。 高难技术动作战大多数,十二时整,战机平稳落地。 张霄评价她,功底不错。 在过去八年战斗机飞行中, 她已历练成熟。 数百架次参加实战化训练, 即战斗起飞,海空警巡等任务。 从中央停机平,回到空勤休息室。 张霄仍沉浸在飞行状态里。 稍作休息后, 她便借助飞行参数,视频进行飞行评估。 通过全流程复盘,详细研判每个动作质量。 力求下个架次飞得更好。 战斗准备从上一场战斗结束开始。 张霄说,李建文、廖启荣,采访首计。 打仗没有结架。 飞行不分男女。 从张霄身上, 我们看到了女飞行员, 巾国不让须眉的萨爽英姿, 和一线官兵使致被战打赢的精神风采。 战位砥砺军人血性。 战位彰显军人价值。 张霄身体不适时积极准备飞行。 像新飞行员一样, 严格要求自己, 驾机落地后, 立刻投入下一场战斗。 这些细节, 串起了他飞行生涯中的平凡岁月。 强军路上, 追梦启航。 正需要这种违战而练, 苦练精钻的专注与望我。 李建文, 美陆军在北极进行极地环境适应训练。 《环球时报》综合报道, 北极是我们的对手对北美进行打击的潜在途径。 现在是我们防御的第一线。 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, 兼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特伦斯奥肖内西, 29日罕见地亲自在美国防务新闻, 刊文强调北极防务的重要性。 为更好的与大国竞争, 美国军方几大军种纷纷布局北极。 报道称, 冷战结束时, 许多美国人认为, 北极是安全的边界。 极寒的广阔区域, 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国土防御区。 如今潜在对手的技术进步, 正使这个曾经令人生畏的边界, 变得越来越容易渗透。 报道特别提到北极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, 包括稀土金属、鱼类资源, 以及占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。 报道宣称, 中国与俄罗斯都试图在北极确立自身存在。 对此, 特伦斯奥销内需强调, 近年美国本土防御的前线, 正在向北移动。 即已经不避难, 而是我们防御的前线。 报道称, 美军各大军种纷纷布局北极。 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, 近来在北极圈参加北约演习。 这是美国航母三十年来, 首次在北极部署。 同时, 北美防空司令部指挥下的美加部队, 持续在进行航空航天和海上预警。 北方司令部一直在警惕地观望北极。 在阿拉斯加科克的荒野中保持存在, 并监视世界上一些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海岸线。 去年六月, 时任美国防长马蒂斯表示, 美国已经在北极开展了竞赛。 空军正在制定全面的北极战略, 确保我们有能力实现新美国国防战略目标。 我们必须准备捍卫我们的安全利益, 遏制大国的侵略。 当前美国空军正对部署在那里的50多部雷达, 进行现代化升级。 他们的探测范围, 覆盖北美上空, 保护美国和加拿大免受导弹和轰炸机袭击。 此外, 北极基地还是美国全球战略空运系统的关键枢纽。 从这里出发的飞机, 能快速部署到北半球的任何位置。 同时, 美国陆军继续为寒冷天气行动进行训练并发展装备。 计划凯购能在零下45度运作的联合全天候全地形支持车, 美军还在运作古老的极地生存学校, 并保留使用独特的滑雪飞机降落在冰面上的能力。 美国海岸警卫队也频繁在北极展开训练, 并计划建造更多的破冰船, 以提升北极活动能力。 不过报道也强调, 美军想要完成这些北极地区的战略布局, 需要克服巨大的挑战。 除了极光和阻碍无线电和卫星通信的空间天气现象之外, 还包括该地区的极寒和不可预测的天气, 短暂的施工季节和漫长的黑夜。 张艺池, At Sevilla Debt Post, 7,531, 导演。 想当年。 金歌铁马。